T.S. Sports新歌预告上线,听起来是一首抒情慢歌,五周年演唱会上就能看到三校指和体唱新歌了吧。 天圣长歌黄泉定当,8月14日在湖南威视经营独播剧场和爱奇艺同步更新,期待了那么久,终于要播出了,不知道会不会是今年暑假的爆款剧集呢? 刘诗诗一个月没更新微博,从红微调成黄微,上一条微博还是帮忙转发泰国优传事件,好久没有出现在大家视线里的刘诗诗,打算什么时候再和观众见个面呢? 沙海最新合作喊爆出炉,女主角杨蓉却不见踪影,粉丝们就把杨蓉呢,这个话题刷上了热搜,一直以来,粉丝都在为杨蓉的发尾剧里力争,但观光多次做出这种忽视女主的行为,也是让粉丝伤心了。 爱情公寓大电影首日预售票房已经破译,排片43.4%,林棠一众芯片,虽然一路走来她备受争议,但好照例还是摆在那儿,有人说就算知道她不是那么完美,但还是会去看,因为那本情怀永远在,和解开对粉丝,说拖得赶紧拖。 别让我瞧不起你,网友对她的心恋情,表示不满意要脱粉,追星能理解,但还是要分清粉丝与偶像的界限,恋爱结婚都是他们自己的事,粉丝无权干涉吧,刘浩然九州将秒路杀青,发恩,再见艾苏雷杀青快乐,这一次的拍摄历时九个月,粉丝们都叫刘浩然快去好好歇歇,期待她活出的那一天。 橘子军独家福利,关注橘子娱乐微信公众号,TV有了发送刘浩然图片,查看明星专属高清图集,还有机会获得明星独家照片套装,快关注起来吧。 转角遇到爱,先放羊的星星,触联之间小事,这些经典又出现在了广电总局七月份电视剧被案里,除此之外还有《武林怪众》,《东游记新编》等剧,有网友说,别再翻拍了,能放过星星吗? 一出好戏上海路演收官,黄博,张艺兴,王迅,余和伟等主演到场,主题曲演唱着爱信,也参加了昨晚的路演,看着张艺兴和爱信同框,有没有前圈和现任终于相见的感觉。 舞动乾坤首播,林栋居然带火了这条皮皮裤,最新时尚搭品出炉,要不要跟进潮流赶紧入手啊,你们觉得就好看吗? 中国新闻网发布权威消息,回应高考达提卡一位调包事件,成绩无误,并且已经将何时结果及时书面回复,那考生及家长,十年苦读就为这一场考试,任谁都不想出错吧? 小伙增重46斤后成为肌肉男,女朋友陪着他一起练业增重十斤,讲体重置之度外,只是什么人间真爱啊,新西兰一只绵羊,在自己啊后院挽起了蹦床,估计是和牧羊群做朋友太久了,学了一些什么不该学的,还在纠结去哪自由吗? 看看这个,每日一猜,今天的话题是,你的心进墙头是谁,橘子军独家福利? 关注橘子与微信公众号,橘子友人发送刘浩然图片,查看明星这属高清,突击,还有机会获得明星独家照片套装,快关注起来吧!